民进党宜兰县县长候选人江冲渊 在东山乡长东山乡民代表会主席 副主席以及党内公职参选人的陪同之下 共同发表荣耀东山启动未来的地方增建 包括领导两岁的公共托育中心 公有零售市场改建 美和路透宽 润态铁路秘境 梅花湖绿色绿狼 以及客家生活故事狼带第三期等等建设 要延续过去的基础 持续打造东山的美好未来 这样子那么多的一个计划 未来也是我们当山座很大的负担 希望我们未来 我们有机会入主在县府的时候 一定要来协助我们地方 来跟中央来争取 来配合以及地方的自愁的部分 来减轻我们地方自愁的负担 一条东西向来到我们国后舞蹈的错头道 我们不要去在高速公路 只有两分钟就放在那里了 我们未来我们的港元座有在台队说 要尽量配合我们地方就要做得到 这是我们秀秀的代表 要一个予人 东山河全河域的拟定计划 这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港山河出海口 可以公邦邦邦一直延伸来到 我们的北部泰河 经过生态绿洲 丁丁的互相结合的一个观光政策 这个政策跟我们港山河 还要延伸到收兵 不管是梅花湖 还是说我们的中山休闲园区 还是其他的这个休闲区 来做结合 当然跟我们的旧家 也都要来做连结 江河也强调未来当选宜兰县长 将当各乡镇市公所强而有力的后盾 资源地方建设配合款 恢复以前先政府补助一半地方 配合款的措施 以鼓励乡镇市公所 积极努力的向中央来争取经费 建设地方 促进繁荣及发展 用一半的地方配合款 高雷县长市公所 可以用这个方向去打拼政策 提到家伙公所一半 管政策一半 这个这样才是合理 所以我们今天 也在这里要大大的声论 要请说有法度 你中央拿越多的经费 回来宜兰建设的 总是对我们宜兰官 是好的方向 这个部分 不可以放上基层的 向中市公所完全复制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要回合 地方的配合款 由管政府一半 公所一半 共同来打拼 打拼政策 中央的保障经费 可以在宜兰官 多多的建设 江聪明以及党内公子 及参选人也共同以诺 会认真执行东山乡的各项 规划与建设 攜手让东山乡 迎向美好的未来 前进宜兰 荣耀东山 前进宜兰 荣耀东山 亿兰新闻记者 十四名 采访报道 不好去赶上榜吧 好的